昨天我直播遇到了这样一位水友 他角色的恋度让我陷入了沉思 行秋的天赋没生 剩一物都没有强化 当我把希望都寄托在香灵身上的时候 我发现香灵除了命座比行秋高一点 其他的跟行秋相差无几 雷电将军的恋度还算凑合 最起码相搅前面的两位还能凑合用一下 他有萧 我们带上没有任何恋度的六名风筑 看看萧的属性 这已经算是他全角色里面恋度最高的角色了 12-1上半层 我们刮沙刮了六分多钟 终于过去了 我们再来看看萧这一对 萧配了一个负C审礼 这两个角色打得还算快呀 在仅剩的三分多钟之内 我们把12-1的下半层通过去了 一颗星没有 但也散在一两之中 深渊12-2最大的难点 就是下半层的魔偶见鬼 如果角色练度不够的话 恐怕时间结束 我们也打不死他 所以我们把练度最高的萧 放在了下半层 去对付那个魔偶见鬼 你们看 上半层的通关时间还算可以 虽然我们的神里灵滑练度不是很高 但好在是双C队啊 灵滑的大招 你能打到12000的伤害 但是好像不怎么出暴击 可恶啊 估计是暴击率太低了 反正我们剩一物也换不了了 就不考虑这些了 先把眼前这个魔偶见鬼干掉再说 哦 通关的时间有些超乎了我的预期 居然还有两颗星 不错呀 12-3上半层就简单多了 纯粹是给我们送福利的 12-3最大的难点 就是下半层的无象体了 它可比魔偶见鬼血厚多了 来吧 这是一场硬战 糟糕 即使我操作着水有链度最高的这个队伍 好像伤害还是有些不尽人意 我想这个伤害已经不能用刮痧来形容了 此时直播间的小伙伴 很多人劝我不要打了 因为伤害实在是有些太低了 但是当我想起让我打深渊的这个小伙伴 他跟我说的话是 我心里就下定决心 一定要帮他打通深渊 因为他跟我说 他玩了很久很久的渊神了 通关深渊 是他最大的愿望 各位看视频的小伙伴 锁定李秘密的直播间 来看李秘密第一练斗 打深渊 放心 不收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